大家好,我是金派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來開箱好事多雜物食品 第一個是韓式冷凍蔬菜餃 第二個是紅玉航花枝蝦牌 都是炸的 吃起來會很幸福喔 在紅玉航的話 他是去澎湖必買的花枝蝦牌 還有他的花枝蝦牌 這次的話沒有在好市多看到花枝蝦牌 非常可惜 不然我一定買來開箱給大家看 韓式粉絲角 其實他們都已經出了一段時間了 不過我因為金錢有限啊 所以只能慢慢買來開箱給大家看 好,我要現在在這邊提醒大家一下 這個月是九月份 你的紅利金必須在這個月去做抵銷 不然你前面一年所累積的紅利金 就會報銷了喔 提醒你提醒你們 紅利金這個月要去把它消費掉喔 抵扣你的商品記得喔 好,現在我們來去開箱我們的炸物吧 好! 好! 我記得要說那些晚上的時間 好,我們比較好 我剛好看! 就算了吧 火灯 沸騰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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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我們已經炸回來了 我剛才都是使用沙拉油去油炸 那我們現在先來試吃吧 花枝蝦排的大小我覺得沒有很大 那一片算起來也要二十幾塊 所以說裡面到底有多好吃 值不值得這個價錢呢 剛炸出來的時候是還蠻香的 油炸味就是香療癒 先來吃一口 嗯 很酥脆 是我炸的很酥脆啊 不過我知道他們為什麼說這個很好吃 因為它裡面有滿滿的蝦子跟QQ的花枝 不會有海鮮的腥臭味 你一想下去之後 會覺得有充滿的幸福感 有沒有比較誇張啊 它外面那一層啊 用麵包皮去裹 我覺得這樣炸起來也會加分 如果你要想要說 不要放那麼多油的話 就還有點 它會含油啊 所以說你要再立一下油 應該會更清爽更好吃 而且它蝦子那個 它的蝦子很Q彈 滿滿你每一口都會咬得到 它裡面有花枝的蝦子 嗯很好吃 所以是說人家說 紅衣行的花枝蝦牌 你可以買不會後悔 原來是這樣的 因為一片不大 但是你每一口都是滿足的 好吃喔 繼續吃 很好吃耶 可是有點貴 如果要便宜一點 可能要等它特價吧 可是它會減價 60元或100元的時候 大家可以考慮購入 另外一款 這個名字很長 我很難背 因為我腦袋沒辦法裝太多東西 冷凍韓式蔬菜粉絲絞 你們覺得長嗎 裡面 顧名思義的話就是很多蔬菜 它內含 杏鮑菇 橄欖菜 胡蘿蔔 香菇 洋蔥 青蔥大蒜 哇 聽起來是真的很多蔬菜 難怪叫蔬菜 粉絲絞 那我們現在來試吃看看 現在 一個 尖角的大角 跟我們外面 八方雲集啊 四海融龍麥的尖角大小差不多 外觀是蠻大的 然後皮看起來 煎完之後會有點透透的 吃看看啊 皮蠻酥脆的 裡面的 酥菜 我覺得吃到比較多的是 它的東本 就所謂的粉絲 嗯 裡面的內蟹 不像我們台灣的內蟹一樣 所以有些人吃到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因為它全部的 蔬菜 粉絲 全部都融在一起 會有點糊糊 爛爛的感覺 口感是 奇怪 好 然後但是味道的話是還不錯 是屬於鹹的 鹹的尖角 其實還ok 但是沒有到令人很驚豔 就是它的敗筆就是它裡面的那些是 爛爛糊糊的 不過口 口味還算還不錯 那我覺得這個尖角的話 我的結論出來 我覺得它 是一款 表現得還算普通的尖角 那喝麥可不滿這樣子 現在是推薦給大家說 我的 試吃的感想 好 今天的試吃就到這邊囉 我們今天要試吃兩款榨物 幸福滿滿的榨物 那我試吃的是如何呢 我覺得花枝蝦牌 我非常的滿意 但是價錢真的是略貴一點 不過一分錢一分貨 裡面有滿滿的蝦子跟花枝 而且它調配的非常的好 我們榨起來 無論你氣榨還是油榨 其實都是非常好的選擇 所以花枝蝦牌是推薦給大家的 那這一款韓國的粉絲尖角 我覺得就還好這樣子 那你們自己斟酌囉 就是像我所說的 裡面的內褻可能台灣人 一般還不太敢 就是不太接受這樣子 好 我們的開箱 今天開箱到這邊囉 喜歡我的開箱的人 在下面 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箱我們下次見 掰掰